好 來 那個各位同學我們來上課啦 那這個今天因為有外網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有這個機會可以看一下 之前學長姐做出來的這個 就是期末作業大概 做出來大概什麼樣子 好 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些期末作業基本上都是95分以上的啦 我就把它篩選出來了 不過不是所有95分以上的 我都會給大家看啦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是什麼啊 好 你們以後 你們那個期末要交作業的時候 就是交一個這個就是 就交一個網址啦 我不想看其他的東西啦 我們多開幾個好了 怎麼那麼慢啊 ERROR ERROR 這個至少 至少我們在那個 至少就是他作業交過來的時候 是沒有ERROR的啦好不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是誰 NBA版 NBA版 你看喔 你看他 他這邊換個 好像覺得說胡人好了 按我拍照 我好像有印象他這個在做什麼 你看他這邊是不是有一些 是不是在跑一些東西 你看他這邊就有胡人的新聞啦 對不對 是不是 他點進來 你看 好 這個 這是一個比較 年紀比較大的 論壇啦 對不對 那個年輕人可能沒有看過 沒有關係 你看勇士 我們來看我拍照 他應該就會找到勇士了 我猜啦 你們可能覺得這個功能沒什麼了不起 這不就關鍵字搜索嘛 對不對 要放在自己的網站上也沒有這麼 沒有不了不起啦 這樣子 不過這個我上課會教啦 他基本上是 就是 從我上課裡面抓 你看就是勇士 他就是把勇士相關的把他抓出來 對不對 來 精華區 這個人就直接 遷入而已 這個看起來只是 在他網站裡面遷入那個頁面 對不對 來開發者資訊 哎呀哎呀 不小心看出學長是誰 好我們把他跳過好了 免得到時候這個 太不開心 好 再來看一下 這個都是你們 哎這些 我現在找的這些 學長姐我都非常肯定過 他們以前沒有學過程式喔 對不對 像那個 你做出來的東西 我就不會當作 給大家這樣翻譯了好不好 這個以前寫過程式的 不能這樣子 對不對 好來你看這個 這個看起來就 看起來他 可見他很喜歡 這個求人數據圖 這個還要 upload upload檔案喔 這個算了 哦 Lebron James逐年數據 欸你看 我們不要看學生資料好了 我們還是 不要看學生資料 好 我們再看幾個好了 來你看 這個還叫阿遠奇夢報告 你看每個都叫PT爬文 對不對 來我覺得這個很有趣喔 這個我上課會教喔 這個 怎麼了 你怎麼那麼有興趣 你知道這個 你知道這是在幹嘛的嗎 你不知道 哎呀 我告訴你這個就是 那個 他找 Otogether版是一個聯誼版 那就是 女生想上去找男朋友 他就會發一個真男文 那男生想上去找女朋友 他就會發真女文 我個人是覺得 這個 真女功能是不太 就是 搜尋真女功能是不太需要啦 因為你隨時上去 大概都有100K在真女友 對不對 但是 你想要上去看到真男友的文 這個就很困難喔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 對女生來講沒什麼用 這個功能沒什麼用 對男生來講沒有用喔 就是 就是在講你們 好不好 可以嗎 好 這個 呃 我們來看一下 他找出來最後的結果 欸你看 哇 這個 你們 這個 我現在點開來 你們不要太有興趣喔 好不好 好 欸你看 這個 這很厲害吧 這個 哇 你們女生不要那麼興奮嘛 對不對 我跟你講 你不用 你不需要用這個喔 你直接上Otogether版 不然我上給你們看好了 那個 一排下來 都是真男 真女 真女 沒有文啊 這個 我沒有 我們現在 點進來看好了 你看 他哪裡有真男文啊 所以女生不用那麼興奮 真的 這個 沒有 你隨時想要上去看 有沒有男生要給你挑 隨便試上去都可以 好不好 好我們繼續 再來看一下好了 欸我算了 我們這樣子看不完啦 這樣 我去看最後一個好了 最後一個這個 我是覺得 我們不能說他做的是最好的啦 但是 這個 就是 這個我是覺得 這個我是覺得真的做得非常好 我是想說就是給 欸 我進不去了 欸 不給面子耶 那不然就叫TEST看看 欸進去了 好好好 我都忘記他的帳號密碼 就是TEST test 欸 你看 他 他這個 他就是每天 今天對不對 他做的沒有到非常好 就是 你今天打分數 好你看 你出來囉 然後你1月1號送出 欸 他這邊就有一筆 你的ID 好然後再來 我們在1、2號 你今天又打個分數 好你看 他這邊紀錄都有 而且你可以 你可以下載你的紀錄喔 我覺得他做得不錯 這個 這個 最重要的事情是 這個 對大學生來講可能很重要 這個 這個網站是你們實習大隊長寫的啊 你們這樣有沒有對你們實習大隊長有一點些許的崇拜 好啦好啦沒關係 這個 這個 我來看一下有沒有 他的這個 他沒有寫自己是誰喔 欸 真是低調人耶 哪裡哪裡寫 這看到了看到了 好 OK 欸 做得還不錯吧 對不對 這邊還可以 就是甜甜問卷 甜甜問卷也可以送出啦 好 這個 這個我們感覺出來 他就有用心啦 對不對 其他你看那個 就是我上課教的範例嘛 對不對 他這個我覺得做得很棒 不過 你們不用做到這種程度啦 可以嗎 上面 你們看東西抄一抄 就是 我看得出來你們有學會 這就95分了 這樣可以齁 好 你們笑得這麼開心是不是 你們已經有信心可以95分啦 真的沒有很難喔 這些都是你們 這個 以前的學長姐 沒有在任何程式基礎之下 做出來的成績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 我們就繼續來上課啦 我現在給大家看這些 就是 以前學長姐做出來很棒的東西 是要告訴大家 因為未來的大概五六節課 會非常呼召 你們看 這個 你看你們 我不是說總共就只有20個核心函數嗎 對不對 20個不到 那你們要把什麼東西都組合出來 那一定是很難啦 一定是跟你們 你們應該會回想到 你們高中上數學課的時候的感覺啦 就是 這個 看老師寫這名題的時候 很簡單嘛 對不對 那自己就會證明不出來 一定會有這種感覺啦 但是 這只是一個 剛開始的過程 之後 你一定會覺得 非常 就是 之後你就會覺得 好像 得到很好結果 這樣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要上什麼 我們接下來上的是 這是條件判斷式 好 我們上節課已經教過 鎖影 以及這個 就是 一些基本的 就是 向量結構的一個 這個 就是說明這樣子 那我們確定 大家對 上節課的 最後一個練習題 複鎖影 那邊 是不是太有印象 然後是不是用得還可以這樣 那我們今天就要 在那之上 再更緊接一點 好 好 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一小二 它就會回答你 Tru 對不對 在阿元裡面 Tru跟False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Tru跟False 它直接牽涉到後面 如果你想要下 Dum 怎麼樣 然後你就要做什麼事 If then If then 這件事情在程式裡面 是非常重要的功能 如果你沒有這個功能的話 你的電腦就沒有辦法做條件判斷 沒有辦法做條件判斷 它能夠做的事情就很少了 你看 你剛剛 剛剛那麼多的功能 按了按鍵之後 要找出什麼 這個都需要 If發生什麼事情 後面來做什麼事情 來執行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啊 這個 我們 這裡就是需要學到 怎麼樣去 讓阿元裡面 產生邏輯相量 除非你 除了你直接打上去 Tru跟False 就是要如何產生 運算子 總共有六個 大於 大於等於 等於等於 等於等於就是等於的意思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然後接著 這個 這個 不 這是驚嘆號等於 是不等於的意思 好 那 小於跟小於等於 已經沒有其他邏輯 這個邏輯判斷的條件了 你們應該想不出其他的了吧 對不對 那有學過程式的 你還有想過其他的嗎 應該沒有了 這個 這個 主要 常用的就是這幾種 後面還有一些 很特別的邏輯判斷的方式 那個 那個都是 每一種程式員都不太一樣 那個都不一定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 單個元素 單個元素的條件判斷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可不可以直接 一整個相片一起用條件判斷 那當然答案是可以的 我們來看一下 x等於c12345 這個x現在裡面有五個元素 這個大概大家沒有問題 對不對 好 接著 x小於等於4 我們按下run了以後 我們發現前面四個是true 後面一個是false 這應該很容易理解吧 接著 x大於2 false false 好 所以這個 就是 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條件判斷式 我想 應該 我不用講太多 因為大家應該看了就會了 對不對 應該沒有人不會吧 好 那我們大家都會了 我們來看一下 兩個很重要的功能 交集跟連擊 交集用這個鍵 連擊用這個鍵 這個不好打 這個在你Enter上面那個 你現在低頭看你Enter上面那個鍵 你Shift按那個鍵 你就會打出這個 在R原連擊這個符號 那Enter這個大概不用講 好 那 Enter是什麼意思呢 Enter是說 如果 這兩串 這兩串邏輯向量 如果你用Enter去連續它的話 那只有兩個都是True的地方 它才會回傳True 好 所以說 當你用Enter的時候 你打看到的結果就是 你看到了嗎 這兩個是True 剩下都是False 這樣可以嗎 但是如果你用連擊咧 連擊就是 任一個是True 它結果就是True 這樣可以了解嗎 所以 這個交集跟連擊的概念 大概大家可以理解吧 就是他們兩個是在做完全不一樣的事 那 你說可不可以三個條件把它合在一起 你必須把它分成兩個 然後再兩個再一個 你先把兩個合成一個 之後才可以再用連擊跟交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了 那至於哪兩個要先合的 這個 根據你的情境 你可以去設計自己喜歡的邏輯判斷式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接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ifLan ifLan在R元裡面的語法是標準語法 我現在要講標準語法 就是我現在打出來的這一串 我希望大家以後要下ifLan的時候 都是這樣打的 大家注意一下我怎麼寫程式 我是打if小括號 然後大括號Enter 這樣是一個標準的一組語法 我希望大家以後打語法的時候 就是我們在打這串語法的時候 我們要打ifZ大於B 然後X大於2 我不希望大家這樣打 大家這樣打 是沒有思考的 if小括號Z 大於B 然後 然後X等於5 然後else 然後X等於2 大家不要按照順序打 按照順序打 就是那個對思考沒有幫助 那是你一開始就已經知道了 你想好了 然後你就 你想好了 然後你已經在腦袋裡面組好了 再把它打出來 這樣子很難 比較好的做法是 你先打if怎麼樣 然後大括號 然後你如果有else的話 你就先打else 大括號 你先把這一組 這個樣子打出來 你再來說 這裡我要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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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這個想法差很多 我知道有一些天賦特別好的學生 你可以 所以 就是你在寫練集體以前 你腦袋裡面 就已經看出程式長 怎麼樣 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 那 你如果想要一步一步來的話 我這種做法 就會讓你比較容易一步一步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那我現在 我現在來看一下 if我現在要下什麼條件 if這邊只是給大家 就是這邊只是給大家示範一下 就是 if 這個 我下了這兩個iflan以後 我問他 x×y等於多少 是8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裡 他是x等於2 對不對 然後這裡x等於y等於4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這兩個條件判斷式的結果 你是不是可以知道 這樣沒有問題 好 不過 一樣喔 就是我希望大家 用這樣 就是大家打語法 你只要想發現 你要用iflan 或者是ifelse的時候 請你先打成這樣 再來填字 你再來填說 z 你這樣打完之後 你再打 z 大於b 然後你這邊再打 x等於2 然後這邊再打 x等於5 這個順序是沒有辦法 就是這種 書寫 這個 程式語言的順序 這個是沒有辦法 就是 用上課講義來呈現 上課講義 你看到就是 他已經打好 你複製的時候 你也不會注意到這個細節 這樣 可是 我要告訴你的是 你這樣做會幫助你們思考 好 希望你們之後可以 試著做這件事情 好 那接著 條件判斷是 還可以拿來做 索印 索印之前我們不是講 有 就是他大部分是整數 就是你要叫出 第幾個元素 你如果用複整數的話 他就是我不要哪些 不要哪些 對不對 索印也可以拿來 用true跟false來做索印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樣的一個結果 這個 我們先看索印裡面的這一串符號 false true true 那索印 它是索印 它就是索印那些true的部分 所以我們這樣子按一下 RUN了以後 你會發現 他是不是找出3跟4 因為3跟4滿足這個條件 對不對 然後你發現我這一行什麼 把負1傳到這裡來 傳到3跟4 所以是覆蓋 這是一個覆蓋 覆蓋完了之後 我們再看x 看到了嗎 是不是3跟4的地方 被我去掉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條件判斷是 也可以拿來做索印 這件事情我們要知道 好 那我們現在來給大家一個練習衣 練習衣要做什麼事情呢 來 這個 首先 我們先 我們再學會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核心函數 我叫匯區 匯區的函數是什麼 來看到A A就是一串邏輯項亮 對不對 現在要產生邏輯項亮 對你來講應該不會太難的 對不對 應該不會太難吧 你就是用什麼大於等於小於什麼 那些就可以產生邏輯項亮 好 匯區的意思是 找出裡面是True的 找出裡面是True的 好 你現在匯了匯區了 匯區你可能要抄下來 現在 請你把這段一下子複製過來 複製過來以後 複製過來以後 請你 找出 不是整數的地方 找出不是整數的地方 你一定是想一個條件判斷式 問他 這裡有沒有不是整數 找出不是整數 你要先產生一串邏輯項亮 對不對 找出那段邏輯項亮以後 你要找出位置 那你就是用匯區 這個非常簡單 因為我這邊已經教了 接著 告訴我這些數字是什麼 你就要用鎖影 對不對 好 所以這一題其實沒有很難 關鍵是如何找出整數 不是整數的地方 好 有好多種方法可以找出這件事情 你可能要用上解課的內容 好 請大家來試一下 好 各位同學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我們在 你們看我寫程式的時候 可能都寫得很快 那你們自己寫的時候 就會遇到問題 主要問題就是 我可能同時把三四個步驟 把它放在同一行裡面 這樣大家就會很困難 所以大家要怎麼寫咧 大家是這樣寫的 我們現在X是一堆整數 對不對 這個X長這樣 X是一堆 數字 對不對 我要找出的是 他 哪些 不是整數 對不對 這句話看起來好像很短 實際上有四五個程式流程 好 那我們來想一下 第一件事是 產生一個邏輯向量 你腦中要有抽樣思考 我要產生一串邏輯向量 而且這份向量 True的地方 可能是 不是整數 然後FORCE的地方是整數 對不對 那所以我要怎麼判斷 他是不是整數 我剛剛給了大家提示 就是 我們先不要考慮數學的問題 因為你可能想不到 到底要怎麼判斷是不是數 我們的判斷方式就是 %%0 %%1 這個就是 除以1的余數 對不對 好 你這樣按鍵RUN了以後 你會發現 大部分是0 有些0.3 有些0.7 對不對 好 那我跟大家講 你一開始 不快會寫程式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個東西 變成Y 我們把它存到Y 就是我們一步一步拆開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就是你們有一些人 很快啦 我們都可以理解 但是 我們如果一步一步來的話 會比較容易 好現在Y就是 現在Y就是 很多0 然後有一些 不是0 對不對 那現在Y 我要對Y處理 我應該要怎麼做 我就是要找出 不是0的地方 對不對 這個我有沒有教有 Y 不等於0 我現在按下RUN了以後 Highlight Run 是不是 有一些地方是True 對不對 好 不要太快進行下一步 先把它存下來 存成Z 等於這樣子 這樣Z 是不是就是 有一些True 有一些False 如果你有仔細聽我上課講的話 你會發現 其實True跟False 本來就可以拿來當索引子 對不對 所以你XZ 其實你這樣就可以得到答案 不過 如果你還想用Witch的話 也沒有關係 你可以得到Position等於 Witch Z 那你得到的Position 就是 這幾個數字 對不對 好接著 你可以把Position 放到X裡面 得到答案 得到答案 好 你要組合 這一些 東西 你要怎麼組合 你的想法是這樣想的 想法是這樣想的 可是實際上我知道有些人很快 你可以很快組合 你把這一串 把它放到Y這裡 那這樣是不是可以省略一下 你再把這一串 放到這裡 是不是又可以省略一行 你再把這一串 放到這裡 你直接看這個 是不是可以出來 可以 但是我直接這樣寫下來 就是 對初學者來講太難了 它實際上還人成是這個樣子 我希望你們 在目前 至少在 前 這一節課 跟下一節課 的時候 盡可能 就算你程度已經很好了 盡可能 試著把它拆開 因為 在 下下節課開始 你們會遇到非常複雜的組合 幾乎不是 幾乎不是你的 即使是我的腦袋 都沒有辦法 馬上把整個流程 在你的腦袋裡面組起來 這樣你們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 即使到了下下節課的時候 你們面對的問題 是不可能用想的 想出來的 你們一定會 你們勢必 最後還是得用這個方法 如果你習慣了 什麼東西都在腦袋裡面 先想好 再寫程式 這樣其實會對你程式能力有害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即使是我在遇到很困難的 就是很困難的這個 任務的時候 我也沒有辦法一下子 就把所有的步驟都想完美 我是一步一步做下來 才去一步一步修正 然後去把它做完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希望你們習慣這種寫法 好接下來 判斷是不是整數 還有一種別的判斷法 我們有一個函數叫 sInt 這個sInt 是拿來做什麼 強迫 非整數變成整數 對不對 把它變成整數像那樣 所以 這樣子是不是 它就變成整數了 那這樣是不是 它就是原來的樣子 是吧 好 所以其實 我想要看的是 這裡 這個東西 等於y 這個東西等於y 好 那我的x是這樣 對不對 那我是不是可以去判斷 x 是不是 等於y x等於y 它出來的結果是 它如果是true的 是不是代表它是整數 所以x不等於y 是不是就是代表它不是整數 因為它不然它被捨去小數位數 怎麼會跟原來不相等 這樣可以了解嗎 這個東西等於z 後面的過程 後面的過程就完全一樣 後面的過程就完全一樣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大家了解那個拆解的動作了嗎 我希望大家學習如何拆解 這個很重要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第二節 的部分 好 第二節的部分 我要教大家回圈了 好 回圈這個東西 你熟練了以後 你會覺得它很容易 它很容易上手 可是 而且我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 當你學會寫回圈之後 就是當你真正掌握回圈之後 大部分的寫程式的人 都會在掌握回圈這個技能以後 突然就有一種就是好像 好像我什麼程式都會寫的那種感覺 這個是真的喔 這個是真的喔 你 就是這個我們會把它叫做這個 頓悟時刻 就是 如果 如果這個 就是這個頓悟 就是你 經過了一個threshold 這樣子 就是 你 如果你發現你好像 如果你發現你都經過不了 然後你程式都不太會寫 那 那你可能真的不太適合 這樣 不太 沒有太 就是大部分人願意花時間都會經過那個threshold 這樣子 那 呃 所以你要進 除非你是真的非常會寫 有些人也沒有經過那個threshold 因為他本來就有經過 就是很少 很少 因為包括我自己都有經過那個時刻 這樣子 就是 呃 你 我希望就是在今天跟明天 主要就是這裡 這一節課跟下一節課 在下下節課以前 你一定要經過這個過程 那 你要怎麼經過這個過程呢 你可能要 你可能要 如果你真的 解決不了 那你就是每天 就是 就是每天你就要看這個第二節課 就是 這一課 這一課就很重要 這一小節的課很重要 你一定要經過那個過程 你要覺得寫回旋詞是一件很努力的事情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做 來 首先我們先來看斐波納奇數列 斐波納奇數列 斐波納奇數列 斐波納奇數列是 就是 起始的前兩個數字是1 那之後第三個數是前兩個數相加 第四個數是前兩個數相加 依此類推 所以這是一個標準的斐波納奇數列的寫法 這個沒有問題 而且我上一節課 我就已經強調了 你要寫 鎖影 你要用鎖影的方式來思考問題的 這個重要性 對不對 好 這樣按下RUN 你得到的就是一個斐波納奇數列 對不對 好 還記不記得 我要怎麼把它 我要怎麼把它變成 就是 更容易的被複直接上 加一個I還記得嗎 記得這件事吧 好 所以那我要加一個I 我是不是可以I等1 我先令這個I等1 那我要怎麼把這個取代掉 I加2 對不對 I I加1 然後這裡就是I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 這裡 我可不可以 是不是我就可以把 這一串 這一串是不是同等於I等於2 那這樣這邊就是4 這邊就是3 這邊就是2 這樣可以吧 所以我現在這邊是不是可以全部都丟掉了 我現在這邊是不是可以I等於3 I等於4 I等於5 我這樣應該可以得到一個完全一樣的結果吧 好 這樣可以接受吧 到這裡為止你們應該都可以承 你們都可以承認嘛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重點 好 我在我進入回圈以前 我希望大家 先仔細看一下這串語法 就是我們現在先不要看上課的講述 我們就看這串語法 這串語法 是不是 重複執行這一行 I從1到5 可以接受吧 好 所以我希望你們這樣寫喔 在你們寫回圈以前 我希望你們這樣寫喔 你們先寫 for 小括號 大括號 先寫這個結構 好 for 回圈裡面的這個 小括號 裡面寫的是條件 大括號寫的是要執行的語法 它的條件的方法是這樣列的 我們先寫 index idx好了 等於 1 你可以這樣寫 1到5 我先教大家這一串的意思喔 這一串的意思就是 1到5 這樣可以喔 所以你也可以打 ce 0.2 0.3 1到5 這樣可以了解 這兩串是完全一樣的喔 所以idx就是 我所有 i要經過的 順序 這樣可以吧 接著 我就可以打 我在for 回圈裡面的小括號 我就可以打 idx 這樣意思是 等一下 大括號寫的語法會在 i等於 idx第一個 數字的時候 會執行次 第二個數字的時候會執行次 第三個數字的時候會執行次 接著我就可以把這一串貼上來 下面我就不用了 這樣可以嗎 我按下RUN 晴空 按下RUN 欸 這是不是就是我要的 你這樣寫有什麼好處 來我們這邊把他20 看到了嗎 所以回圈是怎麼寫的 你們有注意到那整個過程嗎 我不是一上來就給你們說 這樣回圈就是長這樣 這樣能夠吸收的人會少 注意我的整個過程喔 你先把東西思考成這個樣子 接著想辦法把i抽出來 想辦法把i抽出來 抽出來以後 先給i的條件 先給i的條件 這樣可以嗎 先給這個 然後 告訴你說你那個變數必須 在這個裡面 這個印是不能改的 i index 然後把你不斷重複的那個語法放在下面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那 他實際上的做法就是 我們剛剛講 i等於3的時候做一次 i等於4的時候做一次 i等於20的時候再做一次 i等於20的時候再做一次 所以這個回圈要怎麼寫 大家應該有概念了 不要一上來 你不要一上來就 我常常看到很多同學 在至少在 有一些很 就是 就是 在這一節的時候 在解列幾題的時候 他很聰明 所以他回圈真的是這樣寫 1 好然後就開始form i 0 1到 他還可以 1到5 他還直接把它抽出來 對不對 然後小括號大括號 好 x i加2 等於 x i加1 i 加上 xi 好有些人就是很厲害 他就是可以直接這樣寫出來 可是我覺得 我不喜歡這樣寫 你這樣寫後面很容易 大部分的 呃 大部分的人這樣寫 後面就會遇到很大的挫折 因為 你少了前面這個過程 好 所以至少我們在前 今天 至少今天 我希望你們 在寫回圈前 先經過這個過程再寫 這樣可以嗎 好 那 我們第五節 就是回圈就是 你這裡可以直接 就是 你 我們剛剛那樣寫的時候 我們來回到我們剛剛這裡 好 你這個inx 你可以直接把1到20放到下面 對不對 這樣是完全等於 對不對 好 就是那個idx 只是方便幫助你們理解 把東西再拆開 實際上你們熟練了以後 這樣寫是沒有問題 這樣可以齁 這樣也可以齁 這樣也可以齁 好 那 回圈裡面的東西 不見得只能夠是數字喔 你可以拿來做其他事喔 舉例來說 student 等於 小華 小明小王 然後score 就是他們相對的分數 那我其實是可以透過回圈 cat這個函數是把 文字貼起來 然後print出來 就cat這個函數是做這件事情 這個函數 呃 這個函數 呃 它算半個革新函數 你 你不計它也不會怎麼樣 可是它有時候用不到 但是 不是那麼重要的功能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你這樣子的話 我們來看這串回圈的意思是什麼 這串回圈的意思很明顯嘛 i等1的時候 我做這件事情 我先這樣run喔 那 然後i等1 然後cat 欸等一下我直接 我複製太多了 cat i等1 好cat i等2 cat 這樣 它其實就是把這段重複指定三次 這樣可以了解 我用了 所以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好 接下來 練習2要來了 練習2有一定的挑戰 練習2 我會花很長的時間 希望你們 可以親自寫出練習2 因為 我們現在就是 很棒的一件事情是 大家就是 現在修課的人 沒有那麼多人 所以我們可以一個一個 我確保你們每一個人 都可以寫出這一題的答案 好 請你從這邊開始思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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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一下就先這樣做 然後第一步 第一步要做什麼 先把 替換成i 對不對 先替換成i 那替換完i之後 有一個挑戰的地方是 它是先加再乘 再加再乘 有時候要用加 有時候要用乘 所以它需要判斷 基偶 基偶性 就是 i等於1的時候 它是基數 要用假法 i等於2的時候 它是偶數 要用乘法 1之類推下去 所以它需要用到前面的if length 我在交回去的時候沒有 可是它需要用到前面的if length 如何判斷基偶數 跟如何判斷整數差不了多少 對不對 1的余數跟2的余數而已 這樣可以吧 好 我把時間給大家 可能這一題會分滿多段去講解的 我們第一步驟先把它 變成把它i抽出來 好不好 5分鐘的時間把i抽出來 我要確保所有人都可以 好 就是 首先 我剛剛說第一件事 就是要把i拆出來 對不對 i等於1 那這裡就改成 i加2 對吧 然後i i加1 好 一直 然後接著 第二行 這個我快一點好不好 因為我發現大家 就是你們 你們都有能力做到這一步 好 那這邊改成成 對不對 好 所以就是 一路往下 i等於3 i等於4 i等於5 i等於6 欸 就是這裡 沒有沒有這裡 這裡要一次複製兩行 好 這個 這樣大概沒有問題 我發現每個人都做到了 好 現在問題是 我現在還沒有辦法把它打包成鬼圈 因為這一行跟這一行長得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我要怎麼判斷呢 i等於13579的時候 我就要用這一行 i等於24680的時候 我就要用這一行 我要判斷基偶數 判斷基偶數 我剛剛不是說了 我們要判斷前 我們需要if 大括號 else 我們需要這個長成這樣的樣子 對不對 我在這裡要做什麼 判斷 i是基數還有偶數 對不對 好 那我 i是基數的話 我要做什麼 i是基數的話 我要做什麼 我要做這件事情 對不對 所以請你把這裡 也複製上來 i是偶數的時候 我要做什麼 我要做這一行 對不對 好 所以請你在這邊 判斷 i是基數還有偶數 如果這邊你完成了以後 如果這個 i是基數還有偶數 你完成了之後 你是不是就可以這樣 你是不是就可以這樣複製了 你是不是就這邊 再改成2這樣就好了 你就可以一直往下了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所以現在關鍵在這裡 如何在這裡 判斷i是基數還有偶數 小括號 然後大括號 然後else 大括號 我先把這樣寫出來了 才去進行 我的思考 好不好 請你到這裡 繼續 好 所以問題是我要判斷 i是基數還有偶數 對不對 那 i是基數還有偶數 我們判斷方法 就是 i%2 這個東西 它有幾種可能性 要嘛就是1 要嘛就是0 對不對 那我們會問它 是不是等於等於1 這就是基數嘛對不對 這樣這一串就是基數 我看大部分人都有做到這一步了 好 大部分人有做到這一步之後 我就可以把它貼到這裡來啦 所以 現在 這一大串是不是就是我要複製的東西了 這一大串就是我要複製的東西喔 所以說 我是不是可以這樣子 那我這邊就改2 這邊改3 這邊改4 這邊改4 那這樣我全部執行 RUN 欸這個 是不是我要的東西 對吧 沒有錯 好 可是 現在問題是 你已經知道 這一大串是我要打包的東西了 對不對 所以接著我就要寫回圈了 對不對 好 回圈要怎麼寫咧 來 你的i idx 我們先從idx idx你要從多少到多少 1到10好了 我們先就10好了 可以這樣嗎 然後接著 for 小括號 大括號 是不是這樣子 好 那for小括號大括號之後 這裡要擺什麼 我的變數是i對不對 然後我第二個字一定要打in對不對 後面是不是就打我的idx 這樣可以吧 好 那這裡要打什麼 你要重複執行的語法對不對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把這一大串 複製上來 你這樣子就可以變成一個回圈 好看到了嗎 我已經完成了 注意我剛剛整個過程是怎麼做的喔 那個 那個要 那個不是這樣看結果可以學會的 好 我先給大家 5分鐘的時間完成這一步 然後我們做最後種研討 包括如何不用ifled 就可以把這題做出來 好不好 好 來各位同學 我先 再講幾個 就是 現在已經到這一步了對不對 呃 我們再講幾個 在這樣之下的變形 好 這邊唯一能變形的方法 就是判斷基偶數的方法 判斷基偶數的方法 除了 除以二 是不是 於一以外 還有一種方法 as integer i 除以二 它是不是等於 i除以二 這兩者是否相等 這很容易理解嘛 對不對 我們前面在判斷是不是整數的時候 是不是在用這個方法 平方 或是偶數次方 是不是等於1 我們還有很多種方法 可以去判斷 它是基數還有偶數 不過 這些解法都不如最後一個解法精彩 最後一個解法就是 我們回到最開始的地方 我們要回到最開始的地方 才比較有機會可以看得出來 雖然 你們看出來的同學好像也沒有幹這件事情 好 來 今天 我們剛剛都被制約了 我們知道我們要抽變數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我們一開始的制約方法 都是這樣抽 我們都是這樣抽 對不對 我們可不可以改成這樣抽 我們可不可以改成這樣抽 如果是這樣的話你抽得出來嗎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 要想要怎麼抽之前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我們這邊先寫I等1 這裡就是I等2 這樣抽 這樣想會更容易一點 I等於4 這樣 這樣你想得出來要怎麼抽了嗎 好 我們 這個 我們來想一下這樣 這樣要怎麼抽 來你看著喔 I等1的時候這裡是4 對不對 I等於2的時候這裡是6 I等於3的時候這裡是8 I等於4的時候這裡是10 所以這是什麼 這是 就是 這個 這個 數字跟I的關係是什麼 有沒有人回答 可以吧 2乘以I加2可以嗎 2乘以I加2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接受齁 這樣應該很容易看出來吧 所以我這裡是不是全部都可以換2乘以I加2 那 I跟這個數的關係是什麼 2乘以I加1可以接受嗎 2乘以I加1可以接受齁 那I跟這個數的關係咧 蛤 你說什麼 I跟I加1嗎 很抱歉不是阿 I跟I加1的話這裡 I加1的話 這邊是有4阿 好 可是 你們如果 真的很難搶先 你把它畫在數線上 這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 這個 就是 它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線性式 對吧 所以 這邊就是2乘以I-1 可以接受嗎 2乘以I-1 在這裡就是1 在這裡咧 3 在這裡咧 7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裡咧 2乘以I對不對 這裡是不是最容易的 2乘以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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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裡咧 2乘以I 沒有問題吧 可以接受嗎 2乘以I嗎 這裡咧 2乘以I加1 可以接受吧 好 好 所以 當你做到這一步的時候 當你做到這一步的時候 這兩行是不是就重複了 所以它可以被打包成迴圈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來 4 好 先把這個打好 把要重複的東西丟上來 I是1到4 對不對 好 請你 IDX 等於1到4 I 等於 IN 1 這樣子 好 這樣可以吧 然後下面都不要了 這樣比較容易想出來 當然就是有人天生立直 這個我們當然沒有辦法 但是這樣真的比較容易 就是 那個 你們這樣可以了解要怎麼樣 觀察 透過 為什麼要寫出來 因為要觀察 觀察規律 這樣可以了解 透過這種方式 比較容易想規律 有些人 就是 不然的話這個 不然的話 你直接全部用憑空想像 這個實在是太困了 好 這種解法 你要先把這個寫出來 寫出來後面才有機會 這樣可以 好來 這個 我們來考驗 這個 我們要考驗你回圈 是不是用的真的很溜的時候 就要來做這件事 我要來告訴我們 我們今天的任務是找直數 直數怎麼找 我們先確定一下大家數學都可以 直數的定義是什麼 不能 自己的因素只有1跟自己 對不對 所以它不能被自己以下的直數整除 可以吧 不能被自己以下的直數整除 好 那 請問一下整除怎麼做 整除這個我們會 這個 除語 percent percent不就是拿來做整除的嗎 對不對 percent percent完了以後 如果余齡就代表沒有 就是整除了對不對 所以 對於每一個我想要確定 100是不是直數 我是不是首先我要先知道 100以下所有的直數 然後我要一個一個檢查 檢查它會不會被 100以下的所有直數給證出 所以對於 2 2就是直數嘛對不對 3我要檢查哪個數 我只要檢查2對不對 4我要檢查2跟3對不對 5 5我是不是要檢查2 3 4可能不用檢查 但是你要檢查也可以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 我們來試著把它做出來 來看著 我們的關鍵是這樣子 我們要找直數之前 我們要先把 所有我們想找的直數 把它找出來 舉例來說 x是2到6的範圍 我想要找2到6有哪些是直數 我現在要做的就是這件事情 好 然後我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先 Answer x 我先 我要開一個向量 這件事情是你們要學習的 我要開一個向量紀錄的答案 我不要毀掉它 我不要毀掉它 我要開一個空的向量紀錄的答案 這件事情是 這件事情是在我們上這節課以前 就是在我講出這件事情 你要憑空想到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是寫程式 常常要用到的技術 我需要開一個空向量 去記錄我的答案 去記錄我減核的結果 好 我先看一下 x Answer x 我們先看一下 Answer x 就是repeat true5次 repeat true5次 repeat可以算是一個核心函數 因為我要開空向量的時候 我可能需要它 repeat true5次 那true是不是可以 true跟false是不是可以 拿來當作我的所影值 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xAnswer.x 這是不是就是 我最後可以呈現結果的方式 這件事情 這個開始是需要學習 就是我如果沒有講過 你們很難想像可以這樣運用 但是我現在講 所以我希望你們以後 再做包括這一節課 以後的所有工作的時候 你們都想著答案是可以開以空向量來記錄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接著我需要答案變成什麼樣子 我需要答案變成這樣子 等於c 第一個是true對不對 二是指數 下一個勒 三也是指數對不對 下一個勒 不是指數對不對 再下一個勒是指數 再下一個不是指數對不對 好 我需要的樣子是這樣 如果我們 如果我們變成這樣子的話 這是不是就是我要的答案 問題只在於我要怎麼填入true 我這裡要怎麼填入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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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指 它是不是等於 某一個減和 等於 不是等於等於 抱歉 是等於 就是把 右邊減和的結果傳到左邊來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要不要減和二是不是指數 應該是不需要減和 二就是指數 這樣可以吧 好 那但是 我們要怎麼減和 我們要怎麼減和第二個數是不是指數 我這邊先寫下來喔 我第二個數是什麼 是3對不對 我要減和什麼 它除以2 是不是等於等於0吧 我要減和這件事情 這樣可以嗎 可以接受吧 你們大家都可以接受吧 我要減和的是這件事情 那請問一下 這個3 它是 我要怎麼把它表達 3其實是x裡的第二個數對不對 所以我是不是要把它寫 x裡面的 第二個數 可以這樣 可以接受嗎 接著 這裡是x裡面的第一個數對不對 所以對於 Answer x來講 我要減和 我要把這個結果丟進這裡來 這樣可以接受嗎 接著 第三個數我要怎麼減和 我要用第三個數 也就是4 去除以2 看看答案是不是 這樣可以接受嗎 不是只有減和一次喔 我還要減和第二次喔 這樣可以接受 那對於 對於這個第四個數我要怎麼減和 可以接受嗎 第五個數我要怎麼減和 好 好這樣我是不是擴展開了 好 寫到這裡為止啊 還有一個 問題我要解決 欸我先 我先把它改成 開頭好不好 我先把它改 把這裡改成 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 我們需要 我們需要這個 就是 我們需要這個東西啦 這樣可以吧 欸我 欸我 我把東西 我先 我先解決就是 從這裡到這裡這樣子好了 這樣有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我們真的執行了之後 我們會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 在這個第三個數是4 對不對 4除以2 4除以2 是不是 會被整群 對不對 所以它這邊被填入FALSE 對不對 那4除以3呢 欸等一下 它不會被整群 對不對 所以說 所以說是不是它就 會覆蓋掉前面的答案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要怎麼樣讓它 我要怎麼樣讓它不會覆蓋了 或是說它覆蓋了也無所謂 我應該要改成這個樣子 if if 發生整除這件事情 抱歉我重寫好了 我們把它趕這樣子 if 小括號之後大括號 我先把它寫成這樣子 這是我要的條件判斷式 對不對 我把它放進來 好 如果發生了 可以整除這件事情 我的Answer2 就要等於FALSE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1接下來 接下來 這樣接下來就容易理解了 3 3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如果你可以接受到這裡以後 我先複製到這裡 這樣大概就沒有問題 好 所以要找植樹前 要找植樹前 要找植樹前 把這一些寫好 這個 目前為止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人看不出來 這樣可以找植樹 好 我先跟大家講一件事 看不出來也沒有關係 因為今天要訓練的重點 不是真的要 要教大家找植樹 今天的重點是 如何把 這樣的東西包成迴圈 今天的重點是這個 好 我們來想一下 這個要怎麼打包 我們遇到的困難 就是 在 i等於1的時候 我們先把 i等於1放上來 好不好 i等於1的時候 這裡是不是i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個數字是什麼 這個數字是什麼 你可以寫i-1 可是其實不好寫 我們先放這裡 這裡咧 是不是i等於 等一下 這邊i是等於2 抱歉 i是等於2 這邊i是等於3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這邊i是等於4 對不對 這邊i4等於5 對不對 好 我可以先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對不對 這樣大家可以接受嗎 好 接下來有一個變數很討厭 它一直在變多 我跟大家講 再給大家一個技巧 我們可不可以把它改成J啊 我們把它改成J好了 這裡的J是多少 J等於1對不對 這裡咧 把它改成J J等於 對吧 接下來這裡 J等於2 這樣可以接受嗎 i不用改嘛 但是J要改對不對 i等於4 來J等於1 J等於2 我這裡忘記改了 抱歉 這裡也要改成i 這裡也要改成i 我剛剛忘記改了 這邊應該沒有問題吧 這樣可以齁 好來我們再來 接下來 J等於1 好 我可以把它複製過來了 來 你們有沒有發現 其實 其實你們就只有換這裡而已 J等於2 J等於3 好 如果聰明的你應該已經發現了 這一行是不是完全一樣 由i跟j控制 但是這兩行 這一行是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 好 我們先把它複製過來 好 所以 它其實是完全重複的某一行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寫回圈 但是回圈是這樣 for 先寫成這樣子 然後把這一行往上丟 可是這個時候 我有沒有注意到 i是比較不容易動的 j是比較常動的 所以我可不可以先寫 j的回圈 我們先把inx放在這裡 inx idx 等於1 1到1 對不對 因為第一個回圈這裡只有1 對不對 j in idx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 我是不是可以把這一串 j不要了 i等於2的時候 我就把它寫成這樣 這樣可以嗎 好 那i等於3的時候咧 i等於3的時候 我們再來一次 for 先寫喔 把這邊拉上來對不對 那現在這裡是j回圈 但是idx是多少 1到2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這裡是什麼 j in idx 你有沒有發現這裡 跟這裡 差在哪裡 現在只差在最後一個數囉 最後一個數是被i控制的對不對 因為他要檢查是i以下的數字 所以 這邊是不是可以改成i-1 這裡是不是可以改成i-1 可以接受嗎 接著 這一大串 欸 這下厲害啦 這個我不要 i等於4的時候 是不是 也可以這一大串 i等於5的時候 是不是也可以這一大串 所以現在是不是 這個東西重複了 再包一個回圈 好我們這個的時候不能叫idx了 我們就叫這個idxx好了 這樣可以吧 好 idxx等於2到多少 2到5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2到5 i in idxx 然後有什麼東西重複的 這一大串是重複的 這一大串是重複的對不對 貼到這裡來 好 這樣這些都可以刪掉了 看著 run run 看到答案了吧 這是我們要的對不對 好 還有 來接著 還有一些地方要改的 這個是我們 我們現在是找2到6對不對 我們想要把我們最大的那個數字 就是 max max interested maxinterested 這邊改成6的話 我這邊是不是可以把它改成 maxinterested 就是我想要做的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數 我們要 變成要幾個 maxinterested-1 這樣可以接受吧 可以嗎 因為 我第一個數 不用檢查 不是第一個數不用檢查 第一個數是2 對不對 所以最後一個應該就是 重複maxinterested-1 接下來 這裡 也是maxinterested-1 因為這樣也是5 對不對 好 我們把6桿60 再執行一次 看到了嗎 60以下的指數是不是被我找到了 100以下 有沒有檢查錯的 應該是沒有了 好 到這一步 就是 到這一步就是多層回圈 這樣可以吧 就是我把它打包成多層回圈 我剛剛已經做完整個過程 可是這個過程很需要 就是很需要你親手做過一次 就是我希望大家不要一下來就直接把它貼上 這樣不好 好不好 你看著我的講義 我的講義有詳細的整個全過程 可是我希望你們從這裡開始 從這裡開始 從這裡開始好不好 就是你們從這裡開始 從這裡開始 然後 就是第18頁的答案你們可以先貼 第18頁的這裡可以先貼 從這裡開始 一步一步打包成最後的多層次回圈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給大家就是練習的時間 好 那就是 你們有些人速度快 有些人速度慢 不過回去我都希望你們可以至少 這節課的 練習 你們只有練習3 跟練習2都可以 你們練習2大部分人都完成 練習3你們可以 確定自己會 在下一節課上課以前 確定自己完全理解裡面的邏輯 那你們就是有跟上 那後面你們要做後面資料處理的時候 就會覺得簡單很多 因為 我們都只是把 重複的東西變得簡單化 然後重複做很多次 那有時候 你沒有辦法 一下子把它包在回圈裡面 多層次回圈 你可以解決所有事情 對 你們是只是把東西不斷的拆小而已 所以我希望你們可以學會 好那這個 我們額外引申的只有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我前面的課沒有教 所以你不可能會 第一個就是 if 發生了以後 那你後面還需不需要去檢查 不需要檢查 所以你想要 把J回圈就break掉了 所以 你需要這邊下一個break這個指令 就只要你發現檢查出來他不是 這樣就可以break 好 然後第二個是 你可以把 在我打break以前 我想要給大家看一下 我先把 1000改成5000 我們現在執行 我按一下run 是不是等了很久 3 大概3秒鐘對不對 好 我這邊按下break 就是我跳掉這個回圈以後 我再給大家看一下 大概1秒不到就出來了對不對 所以這一句加速非常明顯 以後你們要處理比較大的資料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遇到這個問題 不過你們先不要管速度 因為對於你們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 能做 能做講真的一件事情 別人做3分鐘 你做1天 其實也沒什麼關係 反正是放個程式讓他繼續跑 對不對 其實差別不大 好 還有一件事情可以加速的 就是 我們可以不用 不用到I-1 我們可以到根號N 這個是數學 這個不是程式 我們檢查直數 只要檢查到比根號N小就好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今天要檢查100 100可以被20正確 沒有錯 但他絕對可以被5正確 對不對 你檢查5相當於檢查20 所以你只要檢查根號N以下數字就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加上sqrt 這樣子我們再來看一下速度會有多快 瞬間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是5萬 5萬要多久 5萬也是瞬間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把sqrt刪掉 看到了嗎 他就要跑很久了對不對 因為效率差太多了 所以程式啊 我們再做一個結語 今天我是教大家學習程式 我還是沒有教大家算數學了 這樣可以吧 程式的重點是學會回圈 就是學會回圈以後 即使你數學不好 你一樣可以做完很多很重複的事情 他就在幫助你完成重複的工作 那數學好之後還是很重要 因為速度的提升非常明顯 對不對 但是 這是兩件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我再重複強調是 邏輯思考 程式的邏輯思考跟數學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數學對這個有幫助 但是 這兩件事情本質上做不同 所以 你不要因為數學不好 我就覺得自己學不會程式 我想要提醒大家這一點 應該感覺出來 還是做得出來 只是比較慢 那在很多時候 慢其實不會怎麼樣 好 那我今天上課都上到這裡 對 對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